沙拉越斯里街今天早上发生死亡车祸 一辆摩托车和国产车相撞 导致30岁女骑士当场丧命 沙拉越消整局发言人表示 这起车祸今天早上8点左右 在卢伯路4公里路段发生 随着驾驶的摩托车和一辆国产车 不知何故发生碰撞 女骑士连人带摩托车跌入了路旁的沟渠 而国产车也因为冲力太大 整辆车翻覆在沟渠旁边 受轻伤的轿车司机 自行从车里爬出来 女骑士不省人事躺在沟渠里 医护人员赶到场时 她已经没了气息 死者遗体已经交由警方处理 车祸照音有待调查 真正好 爱颜色移护人员 要是什么遇见 得带在同事 UNIVERSY 状况 例如 身伤的带就 通知